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在刚刚落幕的王者荣耀KPL年度总决赛上 周深的演唱再次引发了热议 他深情的歌声不仅为比赛增色不少 还引发了现场观众及线上粉丝的狂热追捧 尤其是在演唱结束后 周深的第二张专辑销量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很多路人和甚至是曾经的敬粉潜在粉丝纷纷购买了专辑 周深的音乐魅力不言而喻 现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无一例外被他的歌声所打动 正如不少观众和歌迷所说 听住听住你会开始产生疑问 这张专辑背后创作者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人会开始渐渐了解这个歌手 最终甚至会忍不住入坑 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这种现象在周深的粉丝群体中并不罕见 从最初的好奇到深入了解 再到最终成为粉丝 周深用自己的音乐逐渐俘获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然而伴随着周深的热度飙升 争议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近期周深在社交媒体和各大平台上的曝光度不断上升 这让部分黑粉再次出现在评论区 酸言酸语不断 有黑粉甚至建议周深及其团队低调点 称国家名片的身份应该更加低调 不要太过张扬 这种言论迅速引起了粉丝和网友的反感 评论区里有网友大胆反问 低调是指没人要吗 言下之意 周深如此受欢迎 怎么能要求他低调呢 如今 周深的音乐和人气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尽管一些黑粉不甘心看到他的成功 并试图通过讽刺和挑衅来拉低他的热度 但实际上他们的攻击反而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周深 这个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围绕周深本人的争议 而是黑粉在面对周深巨大影响力时的无奈和嫉妒 周深的成功不仅体现在销量的提升和粉丝的增加 更表现在他能够通过音乐的力量改变人们的看法 越来越多的敬粉开始转变为忠实粉丝 甚至有许多人表示 周深的歌声是唯一能够打动他们心灵的声音 尤其是在现场演唱会中 周深的表现可谓是全方位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对音乐的极致热爱 每一首歌都能够深深打动观众的内心 而每一次演唱都会让人不禁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歌手的故事和创作 周深的音乐不止局限于传统的歌曲表达 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正如一些粉丝所说 周深的歌不仅仅是好听 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 能把你带到另一个世界 这种情感的渲染力 让周深的粉丝群体越来越庞大 甚至连一些曾经的黑粉也开始逐渐转变立场 变成了他的支持者 随着王者荣耀总决赛现场的演唱和周深的专辑热卖 周深不仅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音乐才华 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 真正的好音乐是不会被时光和流行趋势所限制的 周深的第二张专辑销量激增 尤其是一些意外粉纷纷选择购买专辑 证明了他的音乐不仅打动了粉丝 也成功吸引了大批的路人听众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周深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打破记录 正是因为他的音乐不再单纯依赖明星效应 而是凭借其独特的音色和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 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心 这种现象也在国内音乐圈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证明了好音乐无界限的真正含义 这些黑粉的酸言论 实际上只是证明了他们对周深的成功新生极度 他们或许希望通过贬低周深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 但事实证明 周深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的魅力也早已超越了这些负面评论 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与支持 周深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多年来专注音乐精益求精的结果 无论是在王者荣耀KPL总决赛上的精彩演唱 还是他第二张专辑销量的暴增 都证明了周深的音乐已深深置入了广大听众的心中 尽管黑粉们时不时抛出酸言酸语 但这并未阻止周深走向更高的巅峰 正如他的歌声一样 周深的音乐不仅感动了听众 也让他在乐坛的地位愈发稳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